欢迎收看上午9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是彭慧云 马上带你来看到是在14年前 嘉义中正大学有发生一起 刘姓女大生的失踪案 家人怀疑她的同班软性男友 设有仲嫌报警 而就在6年前 软性男子的阿嬷也失踪了 扬起案件疑点重重 检警重启调查 日前埋伏在软性男子台中住处 将她给逮捕 详情要交给江云曼 好 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男子身穿米白色的外套 绑着马尾要进到住家 端警放开了好几辆车 早就埋伏在一旁 一看到她马上上前逮人 在14年前嘉义中正大学一名流星的女大生 去学校途中失踪怎样都找不到人 而女大生的家人怀疑同班的软性男友设有仲嫌报警 而在6年前软性男子的阿嬷也失踪 两起案件疑点重重 仅仅日前重启调查到她台中的住处 而且还发现她的屋内有疑似像是骨骸的物体带回鉴定 现在证据一一浮出台面 地检署一涉嫌杀害直视亲属 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将软性男子积压禁件 以上是温章道情形 女大学生失踪14年下落不明 当时她就读中正大学哲学系4年级 人失踪 家属怀疑她的同班男友错号阿虎的软性男子有关 但是没有具体的试证 相隔8年阿虎的奶奶也失踪了 现在软性男子积压禁件 两个人间蒸发的人案情出现曙光吗 性被告涉嫌杀害她祖母 以及盗领她祖母的财务部分 因为涉嫌杀害直信血亲尊亲署 还有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 法官于今天也裁定收押禁件 2007年刘欣礼大学生回彰化老家 替父亲亲生之后返校从此失联 家属拿出她从小到大的大头照 说14年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她 希望一家能够团圆 谈公有眼泪掉到没有眼泪的 每年一年隔一年一年隔一年 都没有消息 2014年软性男子的祖父过世 遗产存款过户到她名下 包妹上门质问被殴打 她涉及伪造文书伤害罪判刑六年半 2015年她的祖母离奇失踪 相隔多年 检检4号前往她的住宿搜索 以杀害直系尊亲署罪嫌 深压获准 阮性嫌犯的女性朋友失踪这个部分 那检察官这边也在了解中 检检掌握线索认为阮性男子杀害祖母 前往她为在台中的住宿搜索居题 两个人兼蒸发的人 关键都是阮性男子 检方重启蒸办 其的案情水落石出 TBS新闻吕正成 既健亨 陈志中 廖板一 嘉宜台中报道 持续来追踪这一起中正大学 流姓女大生的失踪悬案 那她的爸爸说呢 当年女儿是功课优异 是靠推真考上了中正大学的哲学系 而软性男友是系上同学 课业也不错 还担任班长 没有想到变成是女儿下落不明 她的男友卷入了两起失踪案 遭到积压 但是要重新调查 却非常困难 失踪14年的流姓女大生 到现在人到底在哪 是爸爸和阿嬷 每年过年过节 最想得到的答案 留姓女大生在家排行老大 功课优异考推真 考上嘉义中正大学哲学系 而软性男友是系上同学 还是班长 功课也不错 两人交往期间 流姓女大生却从来没有跟家人说 自己交了男朋友 我有跟她讲过啦 社会很乱啦 你要交男朋友可以小心一点 我曾经告诫她 毕竟自己的女朋友失踪 当男友的怎么会不清楚她的下落 流姓女大生失踪8年后 2015年软性男友的阿嬷 到医院见检也离奇失踪 之后软性男友疑似盗领阿嬷的百万存款 遭妹妹质问 却出手殴打遭到判刑 直到今年5月4号 简紧在软性男友住处搜索 找出疑似骨骸物体 连带14年前 流姓女大生的失踪悬案 也将扩大追查 但是两起失踪悬案要重新调查 其实困难重重 警方找到流姓女大生当年租屋处的老房东 发现她当时根本没有带手机出门 无法以基地台定位 流姓女大生失踪那一年 检警也曾经对软性男友测谎 有通过 当时才没有将她列为嫌疑犯 去年11月 警察还曾经再度访查软性男友的住处 但她非常配合冷静 也找不到任何涉案证据 直到最近又查到新市政 才让这两起失踪悬案 历经多年露出一丝曙光 最新的连线消息 但您看到是在凌晨三点多 高雄有一名林姓男子 他跟朋友到保龄球馆的包厢唱歌的时候 遭到一名王姓邪犯持瓦斯枪开枪 随后就逃离现场 人来双方是有金钱纠纷的 目前警方在追气当中 详情交给江宇曼 好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玻璃被子弹打中 准备碎裂成蜘蛛网状 而在店家的门口还能看到地上斜击斑斑 警犯赶到现场立刻拉起封锁线 建立整三点多 在高雄男子一间保龄球馆传出枪响 一名林姓男子跟朋友们 本来在包厢唱歌 却接到对方的电话 原来两人有财务纠纷相约谈判 但因为一言不合 王姓嫌犯竟然朝他开枪 来听一下收藏访问 我用车的一个家庭 家庭线还是要打开 打开后来这一道 说外面很有关系 他因财务纠纷纷约在大门口 商讨财务返还的事宜 能以掌握特地对象 人车全力追气当中 王姓嫌犯使用瓦斯枪开枪 造成林姓男子手指受伤 但就后车到场后 他却不愿意就医 而警方到场时 动手男子也已经离开现场 目前已经锁定的特定对象 全力追气当中 详细的事发经过 还得要进一步厘清 以上是问找到的情形 澎湖机场的外围道路 在6号晚间发生车祸 疑似是因为驾驶的车速过快 过弯不慎 失控猛撞路数和机场的外桥 驾车的车头是全毁了 而车上三人轻重伤 民众召集大喊赶快叫救护车 因为路口发生严重车祸 有伤者躺在马路上 动弹不得 热心民众经过全停下来帮忙 赶紧拨打110和119 银色轿车严重撞击 后挡风玻璃碎裂 后车厢也变形凹陷 疑似是驾驶的男子脱困后 躺在路上等待救援 而另一边民众合力抬树 因为树底下还压着一个人 是车上乘客 伤势不明 民众要他们躺着别动 这起车祸发生在6号傍晚 澎湖机场的外围道路 往马公的南下方向 一次叫车过弯不慎 失控冲撞路数和水泥外墙 灰色墙面因为猛烈撞击 留下明显刮痕 受伤三个人都是男性 驾驶年纪大约五六十岁 两名乘客则是三十多岁 消防退道场出动四辆救护车 救护人员减伤后 马上把三名伤者送往医院治疗 有一些热心的民众 还有受够训练的救护志工跟医校 已经有四位在现场 协助帮忙了 随后警方到场架起照明灯光 在现场搜证 车头撞烂 引擎盖变形凸起 后照镜也摇摇欲坠 车上三个人轻重伤 但除了车损之外 恐怕还要负担机场外墙的维修费用 TVB的新闻陈镇澎湖报导 台北市大安的师大商圈 有一处公寓 地下停车场的车道铁栅栏 是突然掉落 直接砸中了一名住户 男子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宣告不治 不过邻居说呢 其实铁栅栏才刚换过新的 不了解怎么会出状况 公寓一楼旁 一块空地停了三辆车 这个铁门下 也是住户摆放物品和停车的空间 平常会使用这个铁栅栏 但没有想到同样坠落 夺走一米 警方在现场戒备 访查邻居了解案发情况 这些意外发生在傍晚五点多 台北市大安区十大商圈内 警销人初步调查 年约五十岁的死者 就是一旁的住户 案发地点 有一块长 二十公尺 款五公尺大的铁栅栏 盖住通往地下一楼的轰道 可以电动式操作 向下时能增加通行的空间 当时男子一个人 徒步往下走 准备到地下室 没有想到铁栅栏 突然坠落 把整个人都压在地上 无法动弹 警销人员货报 紧急赶来救援 男子腿部骨折 没有意识 送医抢救后 仍宣告不知 邻居透露 曾看过铁栅栏升降 但与一般常见的铁卷们 扯到栅栏都不太一样 一次这个月才刚换新的 但怎么会发生意外 许机械故障 还是人为操作问题 警销人员将要调阅监视器 勘查铁栅栏的设备来还原 体力月新闻 陆红商业据台湾报道 今天凌晨一点多 有一名陈姓女子 在新北市的中和违规回转 那么远景见状上前盘查 但第一时间 这名女子却谎报身份 直到警方扬言要敲破车窗 才愿意下车 而一查才发现 原来她是一名毒品同气犯 详情交给宇曼 好 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 轿车车门全被打开 来仔细检查 一名男子站在轿车旁 看起来相当错愕 原来她一旁的女子 其实是一名通气犯 因为交通违规 意外曝光身份 今天凌晨一点多 在新北市中和区景品路上 37岁的陈姓女子 开车载着朋友 却在快车道上 违规红灯回转 远引件状 马上上前蓝查 但第一时间 女子先是说自己没带证件 随后谎报身份证 又不愿意开门下车 直到志愿警力道场 仰言要敲铺车窗 女子才乖乖配合下车 追查时发现 女子是一名毒品的通气犯 而警方也立刻将她上号 带回征讯 但她自己或许也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交通违规 让自己通气犯的身份曝光 以上是文章道的情形 高雄则是有一名 21岁的女子 想要到医美诊所 动抽职手术 签了同意书之后 在手术前她反悔了 没想到事后 却收到融资欠款的律师函 金额是高达25万元 她吓坏了 和诊所是一度协调破局 那么卫生局表示 还没有手术就不能先收钱 也认定诊所是违反了医疗法 最高可以开罚25万元 以经医美诊所就有人员询问要咨询的项目 左手咨询费200元 但高雄就有一名吕小姐 说自己只签了同意书 还没有手术 竟然就收到欠融资 25万元的律师函 21岁吕小姐 今年2月到高雄 一家医美咨询抽纸 诊所人员告知她 手术费要21万 可以分30期 因此她签了同意书 预计3月8号手术 但事后认为费用无法附贺 三天前取消了 没想到4月28号 她却收到了欠款25万的律师函 让她觉得不合理 实际找到当事诊所 就是卫生堂来 对我们因为 就是吕小姐的事情 可能没办法 因为可能 反应是要见没有啥 看你真的要哭听 我们就不哭听 对 家属人员相当低调 表示负责医师不再 还无法对外说明 但根据了解 事发后 吕小姐曾找销保官协商 但诊所人员表示 要取消融资欠款 需要付 11万9千多元的 定金跟手术费 但吕小姐认为 没做手术 诊所人员则降到7万元 但吕小姐还是拒绝了 最后诊所着收1万元 但吕小姐仅愿意付 3500元的数前检验费 双方协调破局 进而转向卫生局检举 诊所有谈成说 还没有完成执行 抽纸手术 但是已经有收取 抽纸疗程的费用 查获属时 但又没有一线 退还给病人的话 会有一个罚则 原来依照医疗法规定 诊所不能用分期付款 明目招揽病人 可处5万到25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诊所若透过 民间融资公司 进行分期付款 就是违规 契约可能予以撤销 只是吕小姐是否为个案 诊所是否还有 其他违规项目 高市卫生局将介入调查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提出了 机组员应该要优先施打疫苗 结果被指挥中心批评 是国际笑话 那么柯文哲再反击 他说机组员 既然检疫时间要缩短 本来就应该要调整政策 还呛中央说 不要用政治来扭曲专业 视察防疫旅馆 台北市长柯文哲包紧紧 防疫关头不能松懈 但他提出机组员 应该优先施打疫苗 却被指挥中心批 是国际笑话 他没办法忍 就连夫人陈佩琪也护肤心切 只继续和空服员常飞国外接触旅客 指挥中心怕公司倒闭 改检疫三天 就该思考改变疫苗施打顺序 一个顺位涵盖多个高风险族群 疫苗足够下很合理 为什么是国际笑话 还有足迹公布 柯文哲也在岗中央 他不是跟你讲了吗 现在就跟你讲了啊 不过老实讲 一开始那个机组人员 站在社区里面我们也不晓得 保密的实在太好了 这话简直三度破表 但诺富特饭店事件也让北市防疫旅馆 防疫再升级 现阶段北投雅勒宣 美丽信花园王朝等六家防疫旅馆 原本分层分流要改成只能 全座防疫旅馆或全一般旅馆 新加入的是就不会再 全部百分之百 旧的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 避免诺富特事件重演 医生市长柯文哲几度开杠中央不手软 TVB也许用华少平全身文理 最后NJ小组台北报道 第一批来台的A字疫苗其中有16万剂 5月31号就要到齐了 也因此指挥中心宣布将开放公非疫苗 施打对象来接种 5月10号起第7类的军人 和第8类的65岁以上长者就可以接种 到万方医院自费接种 第一季立委临场所带头打疫苗 只是过程大家眼睛都放在别的地方 不要弄成一个鼓励大家 结果变得很贴的样子 六块鸡毫无身材意外更吸睛 有医师到临场所脸书留言 说是要逼死谁 如果说歪楼可以让大家注意到 这个打疫苗的相关资讯 我觉得也OK啦 福利老一辈快快接种 尤其第一批来台的A字疫苗 其中16万剂 5月31号就要到齐 指挥中心决定从5月10号开始 开放第7类的军人 和第8类的65岁以上长者 接种公非疫苗 有这个机会应该去啊 这个也是福利啊 也怕怕啊 现在让他们大胆煮煮的 我们这里煮得对 反应不疑 第65岁以上人口超过350万人 支援疫军人人数约18万 只是按照目前每日平均8000人 接种速度来看 怕到齐前打不完 如果疫苗打不完 看起来一直看起来会打不完也有消息了 那你就把国军推上去 没有我们这里也一样没有强迫 居西国防部正在统计这种人数 军议院也都着手准备 只是立委忧心国军想不想打 恐怕不是自己说了算 我觉得这位是多虑的啊 都是尊重个人的意愿 那多鼓励他们去打 但是我们不会去强迫 谈他不会硬性规定 来因立委则再三呼吁 虽然公费这种对象顺序 后面还有第九类高风险疾病者 以及第十类的50到64岁成人 只是五月底期现在即 如今看来都在跟时间赛炮 TVBS新闻华少平洪福华里 坐横刘婷婷特别报道 新北市泰山有一间饮料店 屡屡遭到窃贼光顾 有一对情侣党是偷揍了 店家的爱心捐款箱 隔天还想再来偷 但是店员早就有所提防 在捐款箱的底部 黏上了魔鬼毡 详情要交给记者监狱期 投胎安全帽的男子 站在饮料店前 趁店员忙着调制饮料时 伸手碰了一下柜台的爱心捐款箱 确认捐款箱没被固定住 这时他的女友递上一件外套 男子竟拿着这件外套包住捐款箱 放到机车脚踏板上 再装作热无其事 回柜台拿走他的饮料 这提起案发生在4号下午3点多 新北市泰山泰林路一家饮料店 这对男女登门消费 偷走捐款箱 离谱的是 两人隔天5号下午1点多 再次光顾 原本又想再度下手 但店家早就有提防 把捐款箱底部贴上魔鬼毡 增加阻力 让窃贼知乃而退 由于捐款箱是社服团体借放 店家已经请社服团体向警方报案 毕竟里面都是大众的爱心捐款 攸关弱势团体的资金来源 就怕类似事件再发生 店家目前把捐款箱移到柜台后方 民众若要投钱 可以请店员帮忙 以上就是为您找不到的情形 天文明要注意了 这个月26号可以看到月全时 而且是今年12次满月中的最大满月 气象局的天文预报显示了 全台各地在当天晚上6点半左右 月亮东升后就可以看到 月初代时的月时过程 而且是不需要用到特殊的观测仪器 那么也建议民众能选择东方地平线 没有遮掩物的地方来观赏 是最佳的视角 另外要看到这几天的空气品质 可能会变差 因为大陆从昨天开始 就受到今年第十波沙尘暴的影响 台湾则是会有部分地区 也受冲击要交给武淑蕊 好中国大陆北方地区从昨天开始 就迎来今年第十波沙尘暴 内蒙古北京等第一片黄沙滚滚 气象局长这名点也在脸书上说 这波严重的沙尘暴主要系统 往东转东北方向移动 而且空污数值破表 就连台湾部分地区也受到 大陆沙尘暴的影响 包含桃园台中高雄等地区 也一度出现对过敏族群不健康的第三级 橘色空污品质 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发现外头空气不佳 最好还是戴上口罩来防空污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新兴主播 再过两个礼拜就是蔡总统上任满五周年的日子 对这五年来两岸关心停滞 那么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指出 北京对台湾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民进党是追求法理台独 蔡英文总统上任即将满五年 两岸关系持续处于僵局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认为 大陆对台湾的误解 包括认为民进党的目标是实现台独 没有意识到台湾民主的真实 还有认为美国会终止跟台湾的安全关系 北京和台北有什么可行步骤来创造两岸正面气氛 博瑞哲建议北京可以停止为两岸对话设下预设条件 If you stop setting preconditions for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You don't impose demands on Taiwan that Taiwan can't meet and that you know Taiwan can't meet then some things are possible If Beijing stops responding to every single thing 对于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的大陆六年内攻打台湾说法 普瑞哲认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且有能力不代表有意图 如果大陆攻打台湾 美中关系将从目前的有些负面彻底转为全面负面 而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关系都会朝负面发展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